大家好,我是民意教官 今天介紹四個主要練全身的動作 這四個動作將會非常適合在初學者 當然也適合像我現在練的可能二十幾年 也都很適合 到現在我也是會做這基本的動作 但是所以呢,這四個動作是一定要學會 然後也要常常使用它 是非常重要的全身性的動作 那待會我們會一一的介紹怎麼去操作 好,那我們介紹總共有四個動作 所以有分上下肢的動作 那我們會先操作的話,都會把上肢先操作 然後最後才會做下肢 那因為下肢比較耗體力 所以呢,比較耗體力的動作 我們留在最後去做操作 這樣整個過程當中 動作品質會比較良好 好,那我們首先介紹的是第一個 就是上肢推的系列 OK,那我們選擇的是 坐姿機械式的推舉 那我們先介紹器材 它的一些可以調整的地方 該怎麼調整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 在座椅的部分 它有個高低可以調整 但因為它有卡榫 所以呢,要先把卡榫拉起來 它就可以移動 OK,所以先學會怎麼調整它 那待我們坐下肢的高度 再來再說明 那第二個可以調的是它前後握把位置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這個 這裡 OK 所以呢,這個握把位置 如果我往前拉 大概再推的時候 這個形成就會稍微短一點 比較適合活動度不好的人 那如果活動度可以的話 我們就想辦法要創造活動度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行程再縮短一點 它概率分三段 所以呢,它有椅子跟前後高度 還有一個是重量可以調整 接下來是調到我們身體好的身體位置 剛才高度講過了 我們調整的時候 要讓握把對到我們胸的大概正中線 所以這個高低啊 如果我調的做得比較高 那這個位置就不對了 所以說我要調低一點 接下來是握把的距離 像這樣子它角度會變得比較大 我起槓的時候 肩關節可能會稍微不舒服 活動度如果不好的話 建議可以稍微先拉前面一點 這個時候 角度會變得比較小一點 會比較輕鬆一點 OK 不能彎腰駝背這樣子 所以要稍微肩胛收 腹部收 保持良好的一個位置 然後再往後靠 靠緊之後 腳架放好 核心收緊 然後再握把握好 握好之後呢 你要選擇好適當的重量 然後吸飽氣 然後吐氣 往前推 推出去的時候呢 手肘伸直 但是不要完全鎖子 然後再慢慢回放 然後再吐氣 然後吸氣 然後吐氣 吸氣 好過程當中 大概每一下 大概一到兩秒 是 有控制的速度 不要 不要是 隨便的加速 或是再回來的時候 隨便的加速 OK 這是要控制的 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上肢的拉的部分 通常我們會先做推 推完之後 直接做拉 所以呢 我們有推 就會有拉的動作 這樣除了練上肢 也讓上肢發展比較均衡 那剛才是在水平這個位置做推 現在呢 我們在水平這個位置做拉 那這樣會相似性比較高一點 OK 所以我們選擇了這一台 好 第一個 它椅子可以調高低 所以呢 一樣在這個位置呢 它可以去做調整 待會我們會設定在對的高度 那這裡也可以調整前後 讓森林去做依靠 這個要看個人的身材去做調整 OK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這裡 這裡可以調整 然後第三個可以調整的就是它的重量 接下來 就要調到我們對的高度跟位置 像我現在做的位置啊 手放上來 大概在水平邊的位置 這個高度就恰當了 OK 那接下來我的手呢 大概可以伸直 然後可以做到依靠這個位置 那如果我做太前面的話 那當然手就伸不直 所以我做得出來 稍微設定一下這個位置 設定好之後呢 調到你身材的重量 然後身體 核心繃緊 腳架發揮好 踩好 然後準備好之後呢 一樣先吸飽氣 到你的鏡頭之後呢 再慢慢的回放 再做一次吸氣跟吐氣 然後再吸飽氣 然後吐氣 然後再回放吸氣 然後吐氣 再慢慢回放 好 過程當中 像剛剛說的一樣 拉跟放的過程都需要控制 不要速度突然間加速 我們要去感受我們的肌肉在做訓練 然後過程當中 我們身體的體現都必須要保持良好 如果跑掉了 那都是會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不要一直在跑掉的情況下去做練習 那我們選擇了這台機器 一樣 我們用它來做下肢推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一樣先認識這台器材 所以我們一樣先知道器材怎麼調整 那這台它有兩個位置要調整 我們第一個位置就是椅子的前後 OK 所以在這邊下方有個可以拉起來的 可以讓它這樣 前後椅子做移動這樣 那當然我們要設定到我們坐下去 它剛好的位置 那第二個呢 可以調整的就是槓片的重量 大的跟小的 那一樣呢 過程當中 我們都是要保持良好的體現 整個背部啊 都是要保持平貼在椅背上 這樣是最好的 不能彎腰駝背這樣去做這個器材 所以體現都要先定位出來 然後你的核心呢 這邊要有剛性 就是有出力收緊的 然後過程中保持智能呼吸 OK 那腳進位置大概膝蓋大概切齊的高度 我們先設定這樣的位置 OK 那調好 好設定 塞滿之後 然後現在把手 幫助你的腳 幫忙起槓 推出去 推出去的時候呢 再檢查一下 你的身體是不是有貼好 然後你推出去 膝蓋不要伸直 鎖死 稍微彎曲 一點點就好 那保持你大腿的肌肉一直有張力 這張力過程當中都一直有 直到最後他休息的時候 再把張力放掉 保持這個張力有剛性 然後握把握把 然後慢慢回放吸氣 然後回來的時候呢 讓鋼片呢 不要完全的接觸到 讓重量一直在腳上面 然後再推出去 保持肌肉有張力 然後回來吸氣 然後推 過程中 像剛才講的 你要控制他的速度 前跟後都要控制他的速度 不要突然間加快 然後慢慢的去控制他回來 然後再推出去 類似像這樣 操作到你設定的次數跟強度 好到最後回放的時候 手慢慢回一下 支撐一下 然後再把腳放下來 今天的課表的最後一項 就是下肢的拉系列 你剛有做下肢的推 所以有推就要怎樣 就要有拉的部分 重量大概放在身體的 大概中心 接近中心 你不要放太遠 OK 然後我們先看一個完整的動作 這個時候是以髖關節為主要的動作 髖關節 剛剛是膝關節跟髖關節差不多 那以膝關節偏多 但是現在呢 下肢的拉的部分 要偏則是髖關節動作多一點 我們先做個示範 如果說像這樣的膝關節跟髖關節 都有一點多 這樣的硬舉呢 比較偏是髖膝都有 但是我們剛才講過 要有一點偏向拉力的部分 所以希望髖關節多一點 所以呢 讓膝關節的角度少一點 所以變成是像這樣的動作 髖關節多一點 膝關節少一點 變像這樣 然後髖關節多一點 然後回來 膝關節少一點 然後再上 像這樣 再回 上 像這樣的動作 就比較偏是下肢的拉力的部分 比較以 臀部跟腿後側為主要的一個訓練 一個目標 我們動作模式 跟選擇動作的器材 都大概都會了 大概就是有上跟下肢 就是所謂的全身的訓練 因為我們身體要均衡的發展 跟全身性的發展 所以呢 這四個主要動作呢 可能都是你這一輩子 它的主要訓練動作 所有的主要訓練動作 主要訓練動作就是 它非常重要 所以呢 動作我會了 接下來我要怎麼練才有效 就要看現在各位的 你是在什麼階段 如果你現在是個初學 剛練沒多久 沒幾個月 那你通常會是在所謂的耐力階段 這個半年或三個月內 你大概就是一折下 沒力了就休息 然後之後進步的時候 再加一點點重量 然後再做折下 大概是初學 是以耐力階段為主 那至於中高階的一些朋友呢 那你就是慢慢會走到 所謂的肌肉伸長 或是肌力起 那這個時候強度就不太一樣 但是呢 這個動作的模式是差不多的 只是 因為我們要進步 要強壯嘛 那不是說 我把所有的器材都學會了 所以器材學會了 你也不會強壯 你也不會改變 你只是會動作而已 所以你要是 這些主要動作 是否有慢慢的進步 那個強度跟量慢慢的上來 OK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要去評估說 這些動作 在日後這一年兩年 有沒有慢慢的增加 那這些動作呢 像我剛才講的 它可能會跟著你一輩子 所以呢你都要 定時定耳的去投資它 每個禮拜 一兩次去訓練 這剛才講的 四個主要動作 那這個就非常重要 那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就在下面留言 那幫我們做分享 訂閱跟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